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人物系的视频 我是竹江老师布鲁 通过上讲的学习,我们学会了线程词的应用 学会了如何提高我们加瓦多线程编程的性能 那么我们本节课将会学习新的知识点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思维导图 我们本节课要学的就是我们的异步消息处理机制 那么异步消息处理机制,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使用多线程编程以后 就需要去面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线程与线程之间如何来进行通信 而我们要解决我们线程与线程之间如何通信 就要用到我们的异步消息的处理机制 关于这一块,我们线程与线程之间为何要产生通信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实力代码 首先老师在这里准备了一个我们的项目工程 就是HelloHandler 它的代码非常简单 就一个main activity 然后这个activity的布局文件里面只有一个按钮 只有一个我们的button button这里我们通过代码的形式绑定了一个BtnUnclick事件 然后我们在代码当中实现了BtnUnclick这个事件 那么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我们空间的初始化和绑定 现在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它现在是长什么样的呢 我们现在就长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Hello World的一个按钮 点击它没有任何响应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代码 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干什么呢 我们要思考线程与线程之间为何要发生通讯 然后我们才会去做如何来通讯对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产生通讯呢 比如说非常简单的 我们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们开启一个异部线程去网络上获取数据 当我们获取到了数据以后 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回来 在我们本地做一个显示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需求对吧 那么很明显我们这里要想去网络上获取一个数据 肯定要采用我们的多线程编程 对吧 那么非常简单 我这里怎么写呢 直接溜一个什么呢 溜一个thread 溜一个thread以后呢 我看一下这里直接传递一个lue runable接口 然后我们这里点start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利民内部类的实现方式 来实现一个多线程编程 对吧 溜thread这里的目标对象传一个lue runable接口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开启一个异部线程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好 我这里想要去网络上获取数据 好 我们这里为了测试方便的话 我们模拟一个请求网络 怎么来模拟它呢 直接是我们的线程的sleep sleep2000毫秒 用这样 比如说我们访问网络的时间消耗了2000毫秒 用这样来模拟模拟一个网络的请求 好的 模拟到了这样的一个网络请求以后 比如说这个请求结束 请求结束 我想干什么呢 我想把这个按钮做一个改变 本身我这个按钮它是hello world的 当这个请求结束以后 我想把它改成什么呢 btn.set txt把它改成123456789 就换句话说我现在的需求开启一个异部线程 两秒钟一个网络请求以后 这个请求结束以后改变我本地这个按钮上面显示的文字 把它改变成123456789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应用程序跑起来 看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它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们这里正在跑我们的工程正在运行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 好的 这里正在install我们的appk 好的 我们的项目已经起起来了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日子清上一清 清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现在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事件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会怎么样呢 点了以后一一二有一个网络延时 当两秒钟网络延时以后 我们的应用程序发生了一个崩溃 然后我们通过日子台可以看到我们的崩溃的日子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爆的是这样的一个异常 owning the ordinary thread 就是说只有创建这个view的线程才能够操作它 就换句话说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只有在主线程当中 在我们的ui线程当中才能去操作你的空间 那么我们这里的代码问题在哪呢 我这里是一个异部线程 那么很明显这一部分代码它是跑在了我们的支线程 就是我们一个兴起的线程里面 你在一个非ui线程里面操作了我们的按钮 改变它的文字为123456789 这样就违反了我们安卓的一个规定 就是不能在非主线程里面操作我们的空间 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实现这个需求应该怎么办呢 很明显你既然你的工作线程 你的一部线程不能操作你的ui 那么我如果把这行代码放置在我们的主线程当中不就行了吗 那我现在是在支线程里面我怎么切回主线程来操作我的ui空间呢 在这样的一种需求之下才引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线程与线程之间也就是我的当前的ui主线程和我当前的一部支线程当中如何来通信 比如说我这里我的一部线程完了以后通知我的主线程 我们快来改变这个按钮的文字吧 那么我的主线程就可以做一个改变的 对吧 那么我怎么来通知你呢 那么就是线程与线程之间的通信的问题了 而要想解决这个通信 那么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我们的一部消息的处理机制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类叫做我们的handle 我们展开看一下 先来好好的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关键的handle这个类 在分析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除了他handle我们还需要详细的了解 安卓sdk提供的几个线程通信的类 handle只是其中之一 这里一共有四个 那我们来好好的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handle handle它在我们的安卓里面负责发送和处理消息 它是发送方和处理方 通过它可以实现其他的线程和我们的主线程 就是我们的UI线程之间的一个消息通信 就是handle了 它就是负责的收发 而我们第二个比较关键的叫looper looper这个类负责管理我们线程里面的消息队列和我们的消息循环 它就像是一个消息的管家一样 而我们message第三个类 第三个类message它是线程之间通信的时候的一个消息的载体 就相当于两个码头之间运输货物 而我们的message充当的是集装箱的功能 里面可以存放任何你想要传递的一个消息 不换句话说我的其他的线程和我的主线程在产生通信的时候 我如何来封装我的想要表达的信息呢 那么我就把它封装到一个message里面 然后把我的message传给你 你拿到这个message也就能够拿到message里面 我存放的想要表达给你的东西了 好第四个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message queen message queen跟我们的message肯定是紧密结合的呀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消息队列 先进先出 这是一个先进先出先到的消息先发的一个对列 它的作用就是用于保存有待线程处理的一个消息 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四个类 我们单独的来了解了一下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四个四者之间又是如何是工作的呢 他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在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异部线程里面调用我们的handler 有一个方法叫做send message 发送一个消息 这里可以传递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message这个对象可以把它传递进去 然后将需要主线程处理的事件添加到我们的主线程里的message queen里面 它就进入了我们的消息队列了 而我们的主线程通过我们主线程里面的这个looper 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了handler刚刚发过来的这个消息 同时会回掉我们handler的一个处理消息的方法 叫做我们handler message 这样就会把这四者把它串起来 我如何在线程通讯之间这四者又是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老师这里的话在网上找了一个图 通过这个图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加深大家的一个理解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左侧这里左侧有一个message queen 其实就是我们系统里面维护了一个消息的队列就是一直都有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很多很多个单一的message一个一个消息 它的一个原则是先进先出先到的先发出去 好这是我们准备好的消息和消息队列 好我们这里右下角有一个handler 我们handler是负责发送和接收的一方 那么他这里如果他发送了一个新的消息 那么这个新的message就会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消息队列进行等待 他进来了以后一个一个的牌子就等待好 那么他们handler把这个消息发送进来了 那谁又把它取出来的呢 就是我们的looper这个类 looper就会一直的循环我们这个消息队列 只要到了一个新的消息产生了一个新的message 他就会取出这个message 所以我们的looper其实起的就是一个管家 他不停的去便利这个消息队列 取出最新的带处理的消息 他取出以后又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的handler是发同时还要收 他取出了以后又调给了我们的handler 用通过是回掉我们的dispatch这样的一个message方法 好的我们handler接收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最外围的一个hand message 这个方法里面做一个处理 就能够拿到你之前传递过来的message 我们整个流程是怎么来走的 我们再走一遍啊 这个handler对象产生一个新的消息 发送到了我们的消息队列里面排队 好我们的looper不停的便利这个消息队列 取出最先进来的带处理的消息 取出来以后通过我们的dispatch message 给了我们的handler 好我们handler得到以后 如果我们的用户想要处理的话 请去重载我的hand message这个方法 去做你想要的一个处理 这就是我们整个啊 我们线程与线程通信通过我们的handler 我们的looper我们的message messagecreen 这几个关键的类是如何来协调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分析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掌握了这个知识点 那么我们来尝试一下改一下这部分代码 对吧 我们如何来改它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需求 我无非是想改变这个按钮的一个字样 那么我现在刚刚学习了 这整个线程与线程通信的流程 那么我这里怎么来写呢 非常简单 在我这里首先需要去声明一个非常关键的类是谁啊 就是我们用于发送和用于接收的一个类叫做handler 有了这个handler以后直接溜它 溜出来以后这个地方为了后面处理消息 这个地方需要重写叫做什么呢 hand message这个方法 重写它先放在这里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加一个注释 这里就是什么呢 接收消息 接收消息等待 接收接收消息等待处理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接收方 那我们的发送方在哪呢 我们发送方在下面啊 当我们开启了这个一部线程 模拟了一个两秒的网络请求 两秒钟以后我的网络请求结束了 这个时候我想要去通知我的主线程去改变这个按钮的字样 那么我们怎么来写呢 非常简单有一个最简单的写法 直接用我们的handler 点一个send message 这里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 叫做我们的send empty message 我只需要发送一个空的消息 然后我传了一个参数叫做what 这个参数其实用于区分 就是我发了很多消息 到底哪一个消息是1 哪一个消息是2 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参数理解为我们消息上面 比如加了一个印记 这是谁发的 这是张三发的 这是李四发的 那么对应的 对应的 我们在接收这里 在接收方既然有存在多个消息发送过来 那么我们接收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处理啊 这里怎么来处理呢 非常简单 通过一个switch 取得这个当前的这个message 这是我们传递进来的message对象 取得这个message.what 就是取得刚才我负的这个what这个值 然后做一个switch的一个分支 比如说cas 我是1 是1这个人发过来的 我做一个怎样的处理 有1也就有2 可能也有3 对吧 比如说我2这个人发过来 他要做什么处理 3又发过来做什么处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处理的一个 总总控制的一个地方 好的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送了一个2秒的网络请求 结束以后 发送了一个消息1 那么这行代码我先把它干掉 发送这个消息1 通知我们的主线程 来更新我们的ui 那么这个1是谁会接收到呢 这里会接收到 那么如何区分1呢 这里就是我们1的分支 那么换句话说我1得到了这个分支以后 请改变我这个按钮的文字为123456789 那么这样就通过我们的hand了一个简单的send 发一个消息 这里hand message接收消息 通过消息指令 我们的message what做了一个区分 来改变我们的按钮的字样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请注意啊 这里就已经已经回到了主线程 回到了主线程里面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随便的操作我们的ui空间 那么这样的话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这里在了解的我们hand了这个消息处理机制以后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 一个小小的改变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今天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里的话我们还是把多余的日子清上一期 点击我这个按钮 会有一个2秒的延时 如果成功的话2秒以后 这个字样会从helloword变成123456789 好的点击一下他12 好的很明显 我们看见这个按钮已经变成了123456789 并且我这里没有报任何的错 就证明我们这样的一个县程通信处理的机制 它是正确的 并且也是可靠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角内容 我们本节课主要是从原理上 给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我们这几个类 在处理县程通信的时候 它分别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它的整个流程是怎样走的 当我们学习了整个过程以后 我们通过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用法 发送一个空的消息 然后接收这个消息 然后做了一个消息的一个分支处理 来改变它的按钮的样式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节课将会继续深入的学习一下我们的Hunder了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